徒步环游世界,现在在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 这是尼泊尔古遗迹之一,巴勒纲的杜巴广场 整体建筑风格非常的有特色 但是就没挡在我审美上 越看越有点小难受 看久了还有点诡异的感觉 这叫侯庙 可以看到它的小表情特别的专注 还有点小萌 有点像乐高气起来的一样 还看到一家三口的妈喽抱着取暖睡觉 这是他们的主干道 可以看得出来摩托车才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 这尼泊尔的首都跟咱们的小乡镇差不多 估计还没有咱们发达 市中心附近一个人非常多的集市 这里啥的有的卖 但是空气质量实在太差了 我的鼻眼老犯 而且味剧重什么味的有 腥臭 好难受啊 我遇了一场活动叫布莱格奔斗 就是本地小孩的成人里 杀一只羊一只鸡 一只牛 还有一只狗 后面的跨面过于不是 我就不放出来了 给我看的头都晕了 有点半恶心 这是他们的早餐 豆子土豆加鸡蛋 这边是他们熬的奶茶 跟我之前去到巴基斯坦呢 可能比较靠硬度 吃的喝的都是差不多的 干净又卫生啊 这种食物的程度 我在巴基斯坦的时候 已经锻炼过了 绝对不会拉肚子 圆通的开到尼泊尔来了 真牛逼 满街挂着熟悉的恒东楼 我没猜错的话 这里就是尼泊尔的唐人一街嘛 整顿兰州拉面 看看正不正宗 我记得我点的是羊肉汤吗 这全是香菜 肉夹馍 料还是非常多的 好烫 但是好香啊 这兰州牛肉面一看就很正宗 整碗面 只有两块牛肉 没有了 味道还可以 可能太久没吃过好吃啊 总共吃了1600卢比 就相当于人民币88块钱 还行 蛮划算的 这个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航班 要坐这个小飞机 到卢卡拉机场 每年都掉下去 好几个飞机 因为那跑道就只有400米 底下就是万丈深渊 这小飞机能在20个人不到 如果坐在前排 还可以学习开飞机呢 真好 还能看见日出太幸运了 起飞起飞 顺利到达 多活了一天 真好 这次徒步 EVC大环线 181公里 大约16天 出发 登山证门票都办好了 5000卢布 大概人民币 277块钱 现在出发南池 22公里 11个小时 冲 体能消耗特别的快 对咱们的登山 非常的不利 对咱们的登山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肚子饿了 就要吃饭 现在已经走了一半了 在帕克丁 吃个中午饭 咱们再出发 这一顿 33块钱 他们说 我是今天第一个客人 给我送了个卡托 说好运 Good luck Good luck 乾杯 GoGo 乾杯 GoGo 给我干报废了 天黑了 还有五公里 起码还要三四个小时 才能到 天要黑了 鬼知道山里面 有点什么东西 随便在路边找个点 把奸吧 也还行 2000卢布 相当于人民币 111块钱 而且还是个三行房 不错 很多不理解 都会问我一个死胖子 为什么那么喜欢 库外运动 又爬山 又徒步 又去这 又去那的 其实是在逃避 逃避什么 逃避焦虑 现在互联网 焦虑太多了 包括你身边的人 都给你的焦虑太多了 人生其实跟爬山一样 不是一场比赛 快跟慢 你路上的风景 都是一样的 它不是比赛 你不需要比谁优秀 你不需要比谁更牛逼 你只需要 今天比昨天开心 今天想办法 让明天开心 所以蓝战飞 希望大家 每天过得开开心心